你有晕喘過嗎? 嗯... 有 有吃止晕藥嗎? 有,下船 下船 一個男生很胖,他每次都嫌我腿很短 然後又很粗 我想說你才胖咧 淡水沒有男朋友的沒有腳 哦,是哦!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呢? 就是年輕人的感情世界 說到我的世界呢 這個...你知道現在這個... 哦,我們不想聽,謝謝 你不是說年輕人的世界嗎? 你是年輕人嗎? 當然 哪裡? 我的心態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聽說過什麼叫做浦信男嗎? 你有聽過什麼叫做暈船嗎? 拜託 這都是我們年輕人現在說的 OK,2003年 Z是在 2023年 我剛剛說什麼? 2023年 我講到我那個年代 今天呢,我非常開心呢 跟大家好好介紹我的大女兒,婷婷 婷婷,我的大寶貝 不好意思 Shut up 叫阿姨 她是我女兒,不是你女兒啊 觀眾朋友啊,來你看一下 什麼男母女臉 我們兩個 好啦好啦 歡迎我們的婷婷,來 歡迎婷婷 來聊一下年輕人呢,現在的這個感情觀 真的 你有暈船過嗎? 呃... 有 有吃止孕藥嗎? 有,下船 下船啊 哈哈哈哈 安全下船啊 在幾歲的時候? 大概國小的時候 小時候嘛 我不懂事啊 你咧? 你咧? 你幾歲喜歡的對象? 幼稚園 哈哈 幼稚園我坐那個娃娃車 坐在我隔壁那個小男生 太可愛了 我每次上幼稚園那個車子以後 我一坐上車一定牽他的手 一切人家的手會懷孕耶 小時候沒那個想法 哈哈哈哈 你呢? 我是大概國中的時候 國中耶 國中 國小都跳過 就是國中的時候 我有非常喜歡的男生 但他沒有喜歡我 但我一直覺得他長得很像 情漢 很帥耶 在我們那個年代他是電影明星 長得很像情漢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都不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個叫情獸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什麼叫做 普姓男嗎? 我是在上大學才知道的 就是 長得很普通 很有自信的男生 現在很多男生都這樣 所以明明自己 對不對 也不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說 欸我告訴你 蔡依林 太多 他如果真的再高一點 我可能就會喜歡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 然後就在那邊挑 人家是女生 你看這是女的 這叫普姓男啊 就是他會對自己很有自信 一直在嫌別人 對他就會在那邊挑啊 如果他怎樣 我可能會喜歡他啊 我有個朋友也很胖 一個男生很胖 他每次都嫌我腿很短 然後又很粗 我想說你才胖咧 欸很多男生都會故意批評你 但其實他是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應該是沒有 我想應該是沒有啦 你們會玩交友軟體嗎? 我不會 因為我喜歡就是 認識朋友的朋友 這樣子認識 但是交友軟體就是 你完全一個陌生人 然後你要去認識這個人 然後他可能會 藏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不敢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就 就是在玩交友軟體去認識 就是交男朋友之類的 然後因為我交到其實還不錯 就是對他也蠻好 會幫他煮紅豆湯啊 煮飯之類的 其實我們去外面餐廳找也用 現在的年輕人怎麼叫試車嗎? 就是可能在在一起前 就是發生關係這樣 你會贊成試車這件事嗎? 那對我來說沒有很重要 那一方面沒有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愛這個人的話 你跟他 就是他怎麼樣跟你那個 你都會是喜歡的啊 個性 重點 對 這種東西你本來就是 你所當然 情投意合 我真的好愛你這個人 我願意就是跟你在一起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過程 可是這個可能男人跟女人不一樣 我覺得女人是可以的 對 我說我們真的好愛啊 可是這個男的可能他不行 他真的完全不行喔 不要說什麼大小什麼久不久 他就是不行 你還要不要愛他 我是個人是可以的 我也可以 我覺得女生還蠻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們通常都有一些情緒用筆電嘛 對啊 男用男超拚的 那朋友有那種暈喘的故事嗎? 控制男友的那種的 這男朋友控制我那個朋友 就是他就是在規定他 一定要幾點到家 然後幾點睡覺 然後他管 管他一個禮拜要喝多少水 又會拿生日禮物威脅他 就說你 你不怎樣怎樣怎樣的話 我就不送你 我就不會送你這個禮物了 但他送就是 也送蠻好的東西 然後我朋友 我朋友可能就是 被他收買了 被他收買了 我以前很常跟我朋友說 你不要再跟這男人在一起 真的很不好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這樣講 但他就是不聽 他可能就是覺得淡水太無聊 需要有人陪 淡水沒有男朋友 等於沒有腳 喔是喔 誰是 就是沒有 不方便 因為很 每個地方都很遠啊 通常我身邊的女生朋友都不會騎車 所以有男朋友就很方便啊 要去那裡 喔 可以讚 對對對 我很贊成我的女兒 多談幾次戀愛 因為她的人生才有很多的經歷 因為她才會更成長 很少啦 幾乎說 第一次戀愛就可以結婚了 很少 那如果有一天 婷婷帶了一個女生的伴侶回來 你可以接受嗎 OK啊 我非常接受就是 現在的愛 它是 只要他們幸福 我就快樂 婷婷之前有出過車禍嗎 她這裡 手上就有一個爸 我哭了多久嗎 你知道嗎 所以她是我的心肝寶貝 她是我的心頭肉 所以呢 我的小孩 只要她快樂 不管她跟什麼樣的性別交往 我都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好像愛自己 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一種說法 但其實 我自己的座右銘就是 你一定要先 學會愛你自己 你才有辦法愛別人 為什麼 因為呢 你沒有辦法給別人 你沒有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沒有充滿愛 你又拿來的愛去給別人 所以你一定要先學會愛你自己 你才有辦法去愛別人 再來 當你懂得愛自己 你就不會允許別人來傷害你 你會保護你自己 你也會進而去保護別人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你在談戀愛的過程呢 也要懂得保護自己 然後要注意安全 你喜歡就喜歡 當你不喜歡的時候 你就要說 不 不能讓別人來侵犯你 NO 我們不是METRU 沒錯 OK 而且呢 我們要懂得怎麼樣去 怎樣去享受你的愛 而不是去委屈求全 迎合對方 都不要 我們是兩相情願的去感受這個愛是有多美的 對 然後呢 試車真的要小心 哈哈哈 你知道嗎 試車可以喔 但試車如果你賺壞了 車還是要賠償 但有保險耶 哎 你也要別人賠償 然後我34歲就嫁給爸爸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這也是 航樓地 貨杯來的 你帶他去拜拜 對 我帶我老公去航樓地 就是那個 土地公很有名的 去那邊拜拜 就說我們先結婚好嗎 然後 啪啪啪啪 連續 落個聖杯 所以這樣我才跟我老公說 好 那我們就結婚吧 然後我老公跪在那裡 就說 蛤 真的嗎 我要娶你嗎 哈哈哈 以後呢 我們希望的男朋友 不是帶回家給爸媽看 是帶他去航樓地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哪個心歹 你都打到的 幫你媽媽說 媽 我要結婚了 為什麼 你確定嗎 我確定 土地公 哈哈